這個做完之後,我們主要是把Postex如何取得的方式跟各位說明 所以理論上以後假設你會發現 奇怪,網頁有傳訊息到主機那邊去 為什麼我在網址上看不到相關的參數 其實主要原因應該就是幫你打包在一個所謂的Post 它用Post方式,然後參數是放在一個叫Postex這個屬性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你一樣可以透過這個叫Network可以取得 這蠻多的案例,如果你可以把資料扒取下來,那方便多了 那可是這個做完之後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我們輸入這個範圍,假設我要改的話 其實有點麻煩,假設我希望把它改成2022年的 比如說我想要下半年好了 下半年我這邊要自己再改一下7月 然後這邊可能要改成12月31好了 12月,這邊要改12月31 那假如說你不要麻煩,你希望這個地方不要去改程式 而是直接把時間變成兩個變數 那這兩個變數的話,我就直接輸入完之後 就可以取得我要的這個結果的話 那就方便多了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我們可以多增加兩個變數好了 兩個變數你可以把它加在上面 那也許一個叫X好了,一個叫Y X等於什麼呢 那我可以這邊打一個input input box 這邊可能要打input box 前面加一個括弧 括弧裡面的話,也許你可以給它一個敘述 就是請輸入開始日期 那Y的話,是請輸入結束日期好了 那記得Input box它會跳出一個訊息方塊 這個比較長,我是直接拿雲端上面的程式來 比較快,這邊有一個我已經寫在這裡 X跟Y 然後你可以用什麼input box 請輸入開始日期 請輸入開始日期 Y的話,是請輸入結束日期 有沒有 那記得Input box它會跳出一個訊息方塊 那這個時候的話,如果假設他填了資料之後 當然將來你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它更改哪裡呢 更改這個post test裡面的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所以特別注意,你可以把開始時間 就是X 放在這個日期的上,等於把它蓋掉的意思 那一樣的道理,X是一個變數 那目前的話,因為這一個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把X放到這個完整字串裡面的話 你可以記一下之前那個口訣吧,還記得 就是先把你要蓋過去的資料先選起來 然後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X就可以了 X把它串在中間的意思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好,OK 這樣X就OK了 那Y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Y不過比較特別一點 Y的話其實因為它剛好在字串的最右邊 因為右邊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其實只要串一邊就好了 就串這一邊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它刪掉之後 再加上and Y就可以了 好,如果假設你的這個要取代的字剛好在最右邊 右邊已經沒東西的話 那其實不用寫那麼複雜 你就是直接把它刪掉 然後移到雙號外面 加一個and Y就可以了 and Y 然後一樣and前後加上空白 這樣就OK了 這個前提是 你要取代的地方剛好在最右邊 那完成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很方便了 以後只要輸入之後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範圍 OK,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我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請輸入查詢開始日期報號 這個時候的話 假設我要查的是2022年的假設7月好了 我看7月份那個時候 7月1號 然後我不要查那麼多 我查789第三季好了 OK,789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結束的話就是9月30 2022斜線9月30 OK 那記得這個地方我們沒有防呆 所以你填日期的時候不要填錯 填錯的話可能會有BUG 那除非說你可能就是另外要再寫個防呆 就判斷說他輸入的資料是不是正確 不過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把它做防呆機制 OK,確定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把這兩個日期 丟到Protest裡面重新查一下 當然這個時候他會等待 我看是不是7月到9月 Ctrl向下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很快他就幫你把資料全部查完了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只是再增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nput box 就是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x跟y怎麼樣 直接把它放到這個 我們的原來的Protest的這個字串中間 所以就把x串在這裡 記得這個口訣還蠻好記的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你的那個變數 那這邊是x 所以就加x 那這邊的話是串在最右邊 所以是什麼 加一個and y 然後呢 前後一樣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程式 變成很彈性的 你要輸入什麼日期 他就自動幫你把你的那個查詢結果 直接就放到eSail 你就不用每次都還要特別開一個網頁 然後找完之後再把它複製貼過來 這其實麻煩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當然也有同學會問到 就是說老師可是問題這樣跳出來 其實有一點點麻煩 就是將來執行的時候 他好像還要再填兩次這個input box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更美觀一點點 其實如果你要讓他更美觀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能就是 我把它先填一下 當然你這個地方不能取消 如果按取消有沒有 他好像會發生BUG 他這邊 他居然沒有BUG 如果你這邊日期是錯的 他居然還有防呆 他是抓什麼 如果你假設參數給錯 他就預設的 有沒有 10月 Ctrl 下應該要11月 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按取消 他沒有 他這個主機好像蠻OK的 他取消了 他會抓10月跟11月 預設的 OK 好 如果你要讓他美觀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VBA裡面設計所謂的表單 那個表單的話 其實你可以設計成類似像網頁上面看到 這個其實是一個表單 那表單的話前面是一個什麼 一個標籤的名稱 日期期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有兩個按鈕 當然我們基本上其實只要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送出查詢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將來能夠做美觀一點 也就是說不要那麼簡陋用Input Box的話 那實際上你是可以在這個VBA裡面做表單設計 那表單設計在哪邊可以產生那個表單的畫面 其實你可以在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模組的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個叫制定表單的東西 那其實那個VBA裡面是可以讓你自己再增加 所謂的那個表單的喔 那可以把它做得比較專業一點點 如果假設我希望將來能夠讓自己查也覺得 滿有成就感之外 也可以讓人家覺得 哇你這個做得還滿好的 不需要特別做什麼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而且後面還可以結合繪圖 視覺化輸出 哇那真的很方便 隨時要看哪一個期間的匯率 你自己就可以產生出來 那當然最好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不要那麼簡陋用Input Box的話 你是可以在這邊按滑鼓右鍵 就在模組的上方有一個叫制定表單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的話 但我是覺得有點需要再多學幾個步驟 按右鍵 然後你可以插入制定表單看看 那你會發現按下制定表單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工具箱 這個工具箱有點像是你要把它放在上面 讓它長什麼樣子的一個算是零件吧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叫表單 叫User Phone 1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就是將來你要秀你那個長的樣子 那如果假設我模仿像網頁一樣的話 我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這個大小可以自己決定 那當然你可以按直期它會跳出來 目前什麼都沒有吧 所以你希望可以在上面模仿它 那這邊有個標 A的話就標籤 標籤的話就是前面加一個 這個的話名稱要叫什麼 就模仿這個好了 日期期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切回到Excel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改成日期期 那記得上面的資料就放在那個就是Caption 這邊有一個屬性要Caption Caption上面把它加上日期期 Enter一下 這邊日期期 字太小的話這邊有個Font Font的話就字大小 把它改成12號好了 12號差不多 OK 或者14號 這次14號 那顏色要不要變更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把顏色變更的話 有個Fall Color 不改沒關係 改成紅色字好了 那這邊把它拉寬一點點 那底下還有一個日期期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我的習慣是直接 把這個直接複製就可以了 按右鍵複製 或者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放開就會複製一個 那這邊改成什麼 日期期 這樣比較快 我們來這邊改成器 OK 那這樣的話就 那再來的話就是讓人家填資料 填資料的話就是 標籤右邊這一個叫文字方塊 再把它拉一個 OK 然後這個好像一個 底下再一個 不過我是建議 這個文字方塊因為預設的字太小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文字方塊的屬性 改一下字的大小 改成14號字好了 不然你輸入上去好像會看起來太小 如果沒改的話輸入會是真的字太小 那一樣的方式再把它複製一個在下方 複製的話你可以拖拉加Ctrl鍵 或者右鍵複製在貼上也可以 那我的習慣是拖拉加上一個Ctrl鍵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就有個日期期填在這裡 日期期填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 它的名稱預設 這個的名稱叫Test Box 1 它的Name 這個的話應該叫Test Box 2 如果你沒有改動的話 理論上這個是1 這個是2 那最後再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就是等於是按下它填完之後 然後按出可以讓它怎麼樣 去執行那個查詢的動作的話 那最後再加一個按鈕 按鈕在哪裡 按鈕在…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叫做按鈕的 在這裡啦 命音按鈕點一下 然後把它放在你想放的位置 放開 那字上面的字 我們一樣參考網頁 這個叫送出查詢 所以我這邊的話 給一個名稱叫送出 那送出查詢記得改的地方在Caption 這邊叫送出查詢 然後字的大小一樣在Font的這個屬性 把它改成14號好了 可以按確定 好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了啦 只是說如果你假設這個做完之後 把它直接執行的話 它就看到了 你就可以輸入嘛 比如說 不過目前你現在輸入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作用 因為現在我們後面的程式還沒寫完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你隨便輸入一個2月28 OK 按送出 不過目前應該不會walk 因為程式還沒寫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重點再提示一下 這個畫面是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自訂表單 OK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就是利用控制箱 這個是標籤 放這一個 這邊有兩個 我是先做這個再做這一個 把它複製過來改 這個的話是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 那這個的話是命令按鈕 分別稍微改一下 OK 改的屬性基本上 主要就是改它的caption 這個上方 這個東西的話叫 這個都是caption 跟form 頂多這邊是fold color 大概這幾個屬性 那這個文字方塊的話 主要有改哪裡呢 改它的form 它的form的話 字的大小 因為如果不改的話 真的只有九號字太小 試一下 沒有呢 沒有呢